另外來看 洪環兄一名男主無威信 因為說吃都比團團 二十九和到這個鳳京派出所主秀 去鳳京做好逼了叫他離開 一會告訴 今五十年主因為是要坐家 今年是在家裡塞車來弄這個派出所 後來再說 當時 日本的環境在那邊的東西 才不會弄到 今五十年主也當中比台北 二十七回男主 為勝因爲社基地吃到 二十九和中島 獨自到這個派出所來主秀 健康就要帶到徵訊室裡面來作秘錄 也對他來採集領域 徵訊期間 男主就一直要問他不會去洪環 健康時向他表示 暫時不會洪環 這五陷一心想要來坐家 保守住第一次開車來重攏派出所 這次發生在早上十一點二十分 無形男主駕駛一部55761很差力的自小客車 從我們完工派出所的前門 衝撞到我們遠景的值班台 我們自己的值班台就這樣被他撞入 那時候一般的環境就好在補東西 他們家是多過一間 不過五十年主 全都派出所拖門後 也為車上拿一支馬鈴想要來打警察 這環境用最快的速度 將於當中來逮捕 研究民眾 因為他就是直接開車衝撞進來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衝進來以後還有一些攻擊我們的行為 那這個是屬於挑戰公權力的做法 那我們不容許這樣子的發生 所以說我們當場就給他予以逮捕 因為社協政府還在政大 想到工人裡面來吃便宜吃飯 開車撞排出所是一時的衝撞 這環境也將他來逮捕 後果欠賣不再犯下警察都要創 中法官 研究局長 關政者 今天理事局派出所來鼓勵他 只要是昨天我們環宮派出所 被一個民眾來衝撞 開車衝撞 我們值班的員警 特別表現非常的迅速反應 而且有效制服 然後把歹徒誠之以法 然後來追究他的法律責任 這樣特別今天來衛免他們 健康查處 五陷無症口 沒有了解他為什麼要來吃便宜吃飯 在晚上將他以為這個風海公布 灰順 三人未遂 頂頂的罪協來議賞發辦 這位新聞小明海 鳳萬報道